朋友们,大家好 随着中国经济一蹶不振 各行各业的颓势也逐渐显现 而钢琴行业销量正在断崖式下滑 行业整体正遭受寒冬 现在学钢琴的同学少了 钢琴忽然不好卖了 钢琴价格明显下跌了 钢琴老师的学生大幅减少了 有博主发文称 一个钢琴厂的老板说钢琴彻底崩盘了 去年一半钢琴厂倒闭了 以前五、六万买的钢琴 今年五千块出手都没人要 某乐器协会的副秘书长说 2023年钢琴销量断崖式下滑 学琴的和买琴的 就好像一夜之间凭空消失了 钢琴行业整体遇冷 销量下降从19年开始 如今只有高峰期的15% 李先生从事二手钢琴销售行业 已经超过了20年 这个领域堪称是钢琴行业的晴雨表 他告诉记者 如今不管是钢琴老师还是厂家 包括国外的品牌商 变化都非常大 这个惨 它不是价格的惨 并不是说以前五、六万的琴卖几千块 这个是没有的 但是 学钢琴的人群萎缩 导致了钢琴销量断崖式下降 所以对于整个行业的影响是很大的 在李先生看来 2023年的确是钢琴行业的严冬 有很多弊端的经销商 琴行有一大半都已经倒闭 真正能够说没有什么压力 能正常经营的 我觉得应该是凤毛麟角吧 不管是机构也好 琴行也好 真的感觉不到寒冬能够正常运营的 应该是没有的 究其原因 李先生认为有两个主要的原因 首先 中产的收入在这几年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中产原来学情 是对于未来的相对长期的打算 但是这两年 不管从收入还是未来预期 都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点是大家对于机娃和卷不动的一次集中爆发 最近这大半年 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之间的讨论 大家都觉得既然卷不出结果 索性就算了吧 这么费劲地弄个乐器 有这个钱还不如出去旅旅游啊 在郊外放个风 干一点开心的事 据李先生介绍 钢琴的销量开始急剧下降 也并不是从今年开始的 最早从2019年开始就有下降的趋势 20到22年算是比较惨 从2023年4月开始就是断崖时下跌 今天我还在跟几个从业者朋友聊这个事情 目前还能维持以前30%的销量 就已经算是特别优秀的卖家 平均水平大概是15% 比较惨的估计只有以往销售量的10% 再惨一点就直接关门了问起李先生 未来是否还会从事这个行业 他说大概率没办法弄了 工厂今年倒了一大半 基本上都是入不敷出 还在的也是硬撑着而在培训市场方面 也是整体下滑 教师遭遇招收学生难 在苏州从事音乐教育的黄女士告诉记者 她目前的学生人数已经只剩下高峰期的一半 双减之后 我非周末的学生就减少了很多 几乎收不到学生了 虽然吃饭不成问题 但是其他的消费 因为学生的减少也减少了 不过黄女士还是凭借着扎实的基本功和写作能力 开始了她的兼职写作工作 去年下半年开始 有部分约稿 可以增加一定的收入 或者是能够收获一些演出的门票 算是小补了一下成都本地某钢琴培训学校 校长张女士表示 她的学校已经开了有几年 疫情期间经营相对困难 疫情结束后生意有变好 但是她也说到 整个钢琴培训行业生意的确是不好了 虽然我们学校经营还可以 但主要也是个人经营 学校整体效益不好 她提到 此前有一家熟悉的成都钢琴培训学校 上周刚歇业 根据我了解 现在有些学校 甚至已经要求学生 上一节课付一节课的费用 因为已经很难支撑了下面11位网友的贴文 1月15日 知名小粉红大V 地瓜熊老六 公开发文吐槽辽宁华城宝马场的员工餐厅 没多少人能吃的东西 引发广大网友讨论 据悉 辽宁省政府邀请了一批粉红大力 给当地旅游发展建言县策 参观宝马工厂 临近吃饭时 可能考虑到各位大力 平时在互联网上 都是所谓的正能量爱国工作者 因此 为了展现当地的政治风貌 拒绝了宝马的宴请 表示要严格要求守护营商环境 不许给企业带来负担 仅按照政府午餐招待20元的标准 给这些大力安排员工工作餐 结果导致很多大力吃破房了 地瓜熊老六 更是直接发文吐槽 吃的是剩饭 没多少人能吃的东西 还有大力表示 只给我吃20元的饭算什么待客之道 不吃好拿好 还指望我宣传社会主义产业建设 还有博主吐槽参观结束后 宝马收回了发给他们的蓝牙耳机 甚至还有人质疑 只给人吃20块钱的饭 这是不是里面有回扣 这些言论引发了网友群潮 有当地博主表示 平时工人们吃的就是这些 老外也吃这些 这帮大力平时吃大鱼大肉吃惯了 现在吃点正常的无法下咽了 还有博主表示 这群正能量 整天一口一个工人阶级 比赛着谁比谁更左 结果真吃一次工人食堂 就成了不是人吃的 把工人阶级开除人籍了 一群左派到处扣别人帽子 说别人是小乔布尔乔亚思想 天天骂上海人小子 说自己最爱上山下乡 最爱一苦思甜 结果自己现实里 是彻底贯彻吃拿卡要精神 同时 不少辽宁网友 也指责当地政府 不该找这帮全母教 和钢本教的流氓过来 不仅没流量 还给辽宁人添堵 有一位网友发帖说 两个老同学相聚吃饭 酒过三巡 他同学醉了 开玩笑时地说道 你天天乱说话 要是运动来了 我第一个举报你 他立刻感到深深地迟冷 看似那么熟悉的人 竟然时刻准备着置他于死地 于是他一本正经地说道 放心 我会在那之前 夜色你和你全家 你女儿 同学的酒醉立刻醒了 这同学说 你干嘛呢 我跟你开玩笑 他说 我也跟你开玩笑 皮笑肉不笑的 吃完饭 散场 生活中有小侥幸 却也有小惊悚 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群体 网易的一篇宣传文章 被网友吐槽了 原文 为何中国的治安 远超很多发达国家 网友跟帖说 不断有失踪的妇女儿童 失踪青少年事件出现 上下学幼儿园 中小学门口 挤满了接送的父母亲人 这就是你眼里的远超 别睁着眼睛说瞎话 会有报应的 下面是一位网友的贴文 人大代表建议 将器官捐献率 作为文明城市考核的衡量标准之一 你知道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吗 每个城市都想争当文明城市 因为文明城市代表着政府的政绩 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人为了文明城市 而牺牲这个城市里面的市民 去逼迫签下器官捐献协议呢 到时候 如果孩子不同意 可能就上不了学 家长不同意 孩子也上不了学 老师不同意 工作岗位就会被调动 公职人员不同意 就得不到升迁 外来人口不同意 就落不了户 大学生不同意 就不能毕业 那么 每个城市将不再是文明城市 而是恶魔地狱城市 有人发朋友圈说 都说明年是生育小高峰 很多姐妹都准备着 明年要生的龙宝宝 图个吉利 下面一个网友跟评说 我也属龙 但并不耽误我当牛做马 鲁旭说 爱情的问题 都能在床上解决 但如何才能上床 鲁旭没说 有人在朋友圈说 刚才被拉入一个 本地的相亲群 看了一些女孩子 开出的结婚条件 和彩礼数目 我说了一句 我发现还是嫖娼划算 结果 马上被踢出群了 网友评 是啊 年轻人搞个性生活 继而还没掏出来 先掏彩礼 掏干净家里的积蓄 买房买车 仔细一算 难度比TM的嫖C大宝剑都大 被搞得焦头烂额 运气都运不到下身去 想想矿渣的一生 身处段子绝孙的游戏规则里 还是临时租赁划算 虽然中国平民百姓结婚取妻难 但是领导干部容易啊 你们看 老干部们还有特工的伟哥呢 内部特工 首长老干部专用伟哥曝光 这张被封转的照片 是一只白色的包装盒 中间最大的三个字是问艾可 下面括号内标注内部专用 左上方印着中国人民解放军 后勤总部 并特别说明推荐首长 老干部专用 右下角写着大连瑞辉集团出品 万艾可 英文名 蓝阿哥 又名伟哥 是由美国辉瑞研制开发的 一种口服治疗异地的壮阳药 2000年7月在大陆上市 此照片引起网络热议 也惊待了民众 民众称 一个充满特工的国度 还有什么不能特工 还有那么一张截图 原文 朝鲜外物像催善机 抵达莫斯科 对俄罗斯进行访问 有一名网民跟帖说 强强联合 维护世界秩序 好样的 家人们 他的网络ID却显示 四川川新女子监狱 华为手机 然后有网友跟帖说 一楼忘记改地址了吧 川新女子监狱 我了去 我以前不信 居然是真的 还有一个网友说 一个弹镜 一个梁绝 中国A股的一家上市公司 叫东莞杰荣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 是做模具生产的 因为没有订单 去年已经放了一次长假 现在又放长假了 下面是去年的放假通知 关于对部分员工 关于对部分员工放假的通知 各部门 全体职员工 应受大环境影响 公司订单量骤减 而对公司生产 及人力资源整合 结合公司目前实际生产情况 经公司领导研究决定 安排一部分人员放假 名单件附件 具体通知如下 放假时间 放假时间为2023年2月21日 至5月20日 如后续仍需延长放假 将另行通知 放假期间工资 放假期间 第一个月按正常工作时间 支付工资 含绩效 即第二个月起 按劳动合同约定的 基本工资标准的80% 支付生活费 至假期结束 特此通知 西遵照执行 2023年2月20日 下面是昨天的放假通知 放假通知 由于人力调整 针对全体员工 实时分批轮流放假 现通知你 于2024年1月16日开始放假 到2024年7月15日 放假期间 第一个月按正常工作时间 支付工资 含绩效及相关补贴 第二个月起 按当地区最低底薪标准的80% 支付生活费至假期结束 特此通知 2024年1月15日